他有儿有女却为何将孙子告上法庭 长辈都在 在怎么能不到我们呢 替父亲赡养奶奶 他为何一口拒绝 但没得好处 你还多年的扼打欺凌我们 父辈矛盾 祖孙隔阂 究竟谁来赡养老人 父辈老大来到家里 还说胆娘是谁 孙子该赡养奶奶吗 小区大事即将播出 我们孙子辈也没有得到他 对吧 任何的好处 是不是 这我们有什么就讲什么 你不但没得好处 你还这个多年的扼打欺凌我们 给我们心里造成很大的创伤 这里是江苏省肃谦市四阳县新园镇的新园法庭 今天肃谦市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在这里进行一次巡回开庭 但是在开庭前 法官刘璐璐仍希望给双方当事人进行一次调解 正在说话的这名男子叫钱奋勇坐在他对面的是他的奶奶和姑姑叔叔们 2020年10月13日钱奋勇的奶奶钱刘氏将自己的三个孙子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们履行赡养自己的义务 复养他这件事是很明了的事情对吧 长辈都在对不对 在怎么能不到我们呢 2020年12月28日 法院开庭审理后 判决小孙子钱奋勇和其他两位哥哥 需支付2020年12月之前的赡养费用 共8590元 并自2021年1月起 每月月底前支付钱流氏赡养费370元 这是一个奶奶起诉三个孙子的赡养费纠纷 比较特殊 说实话我办理这么多年案件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类型的案件 一般的赡养纠纷的话 都是父母起诉子女的 很少有这种祖父母起诉孙子女的 对于法庭的判决 奶奶钱流氏的三个孙子表示 无法接受 2021年1月18日 他们向江苏省肃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要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 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奶奶钱流氏今年已经90多岁了 她一共有四个子女并且都在世 按理说如果无人赡养 她应该告自己的儿女们才对 可她为什么要状告几个孙子呢 即便是状告孙辈 她也应该告自己所有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 可她怎么就只告了包括钱奋勇在内的三个孙子呢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刘露露是江苏省肃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寺庭的法官 也是本次二审案件的承办法官 2021年5月17日 刘露露联系了钱流氏的两个孙子 钱奋仙和钱奋勇 约定在钱奋仙家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沟通 这是我父亲 他们的父亲钱奋勇也被儿子接了过来 这个是刘爸爸 你好你好 你现在是自己住还是跟哪个儿子一起住 我现在是大得住的 我是住在孩子家 孩子在买房子 我孩子在买房子 我现在又想做事打工人家不要我 我也想做事人家不要我 钱流氏状告的三个孙子都是钱奋勇的儿子 如今钱奋勇早已退休 日常的生活开销全靠自己的三个儿子 所以他对母亲的赡养一直有些力不从心 钱奋勇说 母亲共育有三儿两女 大女儿钱翠翠 小女儿钱平平 自己是大儿子 二儿子钱有坤 三儿子钱有明 除了二儿子钱有坤因病去世外 如今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了 钱友荣没想到 2020年5月25日 母亲一纸诉状将她告上了法庭 随后法院判决 钱友荣支付钱流氏 2019年度的赡养费 4150元 并自2020年1月起 每月月底前 支付母亲370元的赡养费 那你现在还有收入吗 我有什么收入 有一百多块钱 其他的平时也是几个儿子给的钱 钱友荣今年73岁 除了每月100多元的养老金外 并没有其他收入 所以她根本无法执行法院的判决 因为她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 已经70多岁了 是没有劳动能力了 她平时的开支情况 据他们所说是说 这个是由她的三个儿子向她提供的 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农村的 这种基本的养老金 经过强制执行的话 她自己的名下是没有任何的财产的 因为她也没有相关的 这个固定的经济收入 由于钱友荣无力承担赡养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28条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对于子女已经死亡 或子女无力赡养的 祖父母 外祖父母 有赡养的义务 于是钱留士转而起诉了 钱友荣的三个儿子 要求这三个孙子 替他们的父亲履行赡养义务 对此三个孙子表示 无法接受 钱奋迁目前从事工程建筑行业 弟弟钱奋勇在他手下工作 两人的经济收入都不差 老二钱奋斗 目前在淮安某大学担任大学老师 经济收入也很好 在他们看来 赡养奶奶根本不是钱的事 她对我们就一直就没有好感 还有一个和我一样大的 是爱公家的一样大的 她去哄她 她不哄我 我就像跟没有奶奶一样 从我记忆当中 我没有这个人 但是法律上这个血统关系 我是有的 但是在这个实际当中 我没有 我看到别人家 这奶奶对孙子 这个爱护 说起奶奶 兄弟俩的语气中充满了埋怨 到底祖孙之间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兄弟俩对奶奶 有这样的态度呢 我们家是天天 最常我告诉你 小吵是天天有 大吵是三六九 是正常 只要大吵了 就是就到我们家 他们三娘三爷 这个曝光奶奶 就跑到我们家 因为爸爸嘛 不在家 他那时候会在外面犯钱 前奋先说 在他很小的时候 奶奶和三叔三婶 就会因为家庭琐事 经常跟自己的母亲闹矛盾 一言不合 奶奶就带着三叔三婶 跑到自己家来 欺负母亲 父亲钱友荣年轻时 从事客院工作 经常不在家 因此只要闹了家庭矛盾 他的母亲 就成了吵架中的受害者 这样的生活状态 让三个孙子 从小就对奶奶怀有恨意 所以他们表示 坚决不会赡养奶奶 从他们这个情绪 这种表现来看的话 他们更多的可能是 基于这种家庭 这个由来依旧的矛盾 对他奶奶心中 可能是抱有这种怨恨 从而认为 这个自己不应当 承担赡养义务 否则的话 就觉得对自己 太不公平了 钱奋先和钱奋勇 对记者说 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会给奶奶 出这笔赡养费用的 原因有两个 第一 除了他们的父亲以外 奶奶还有其他 三个子女 他们也应该出钱 赡养奶奶 第二 在他们童年的时候 奶奶对他们造成了 很大的心理伤害 所以无论是从法律上 还是从心理上 他们都不能同意 他们实在是不明白 奶奶跟三叔 钱有名过了四十多年 都没提过任何要求 为什么在93岁高龄的时候 突然状告父亲 索要赡养费呢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状告儿子 是否母亲本意 亲民以母亲 你一直来告 嗯嗯 没的是 想赞 我是 扎点钱 二十三万元的赡养费 兄弟反目成仇 你 如果我本头 不会告 就会丢人 法官走访调查 到底是谁 没有赡养老人 孙子该赡养奶奶吗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诉说着奶奶对他们的不好 一旁的钱友荣 低头掩面 显得很无奈 他主动跟法官表示 这个案子归根结底 是母亲受了弟弟 钱友明的唆使 钱友荣说 自从母亲随弟弟 钱友明生活后 他平日里 也会给母亲 少量的钱和食物 当然了 隔壁 本人说是度 不说是度 按照我们的龙岸来讲 你一定是 隔壁还有病情 他本人还有一个 还有子 我还有子的资格 对对 老年生活 那要多 2020年年初 钱友荣发现 村子里突然传出了 他不赡养老人的消息 其实看到 本人母亲 在外面讲的话 你想想 这个是很刺的 对 在党经济西区 离什么人 是不得本人 面对钱友明的污蔑 钱友荣 气不大一处来 但作为家中的长子 他并不想和弟弟闹翻 所以他主动找人 给钱友明带了话 我说你高 我说你 你咳嗽一下子 我跟他讲 你说养个伤人 需要多少钱 怎么说 只要认为少来 我困散 这样一遍 都给一遍 哪怕家里 我哪怕去给他 起码两天 都没问题 我说老年人 也九十多岁了 我母亲 我也七十多岁了 是 去等我回来 原本钱友荣 想着主动 给弟弟一些补偿 但没想到 钱友明却说出了一个 惊人的数字 对于弟弟的威胁 钱友荣并没有理财 没过几天 他兴冲冲地来到 钱友明家 看望母亲 钱友荣表示 既然弟弟钱友明说 自己不养母亲 那他就把母亲接走 要么到自己家生活 要么住老年公寓 所有费用 都由自己出 我说我在家 住一个房子 我给你俩俩的生活 他说了 我考虑我考虑 看着母亲 不愿意跟他一起生活 钱友荣立即表示 还有其他的方式 来安置母亲 闻想着尽自己 最大能力 赡养母亲 没想到 却遭到了母亲的 强烈反对 钱友荣只能作罢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第二天 母亲竟然被赶出了 弟弟钱友明家 现在他没有 这时间没有利用价值了 他跟他抬开来了 从大儿子钱友荣的表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对弟弟钱友明 非常不满 他觉得母亲当初状告他 正是受了弟弟的唆使 不是母亲的本意 如今母亲又告了 自己的三个儿子 更是让他气愤难平 那么真的如钱友荣所说 弟弟钱友明是为了钱 才强迫母亲到法院 起诉他和他的儿子们吗 又真的是为了钱 把93岁的母亲赶出家门 让母亲独自住在一间 小房子里吗 带着这些疑问 刘法官决定去一趟 钱友明家里 看看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 刘露露法官带着书记员 来到了钱友明家 可以看到 在距离钱友明家 30米左右的地方 确实有一个简易的活动板房 钱友明说 母亲之所以搬到 这个活动板房里居住 都是因为哥哥 钱友荣 钱友明说 哥哥钱友荣 一来到自己家 就说母亲过得不好 这才让他的妻子 有了怨言 钱友明的妻子觉得 40多年来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回过头来 还要背负 照顾不好婆婆的名声 于是 几十年的怨气 一下子爆发 他觉得婆婆 不应该一直住在自己家 母亲也是一个个人 喜喜狗怪 假设在家里有什么事 眼看着婆媳之间的矛盾 愈演愈烈 钱友明没有办法 只能给母亲在外面 安置了一间检易房 并准备好了生活中需要的所有物品 让母亲尽量生活的舒服一些 我跟他弄冰箱空调 没计造小井 井水 床铺什么都是我弄好 什么都弄得 冬天都可以开空调 夏天也可以开空调 所以说他每个月电位300度 生活起来 钱友明自己认为说是比较方便舒适的 即使这样 钱友明还是怕母亲出现意外 所以他不仅给母亲安排在了离自家 只有30米处的地方居住 还给母亲配备了通讯设备 现在跟他弄我讲 我跟他买一个对讲机 怕他有个对讲机 而对于大哥所要的23万元的赡养费 钱友明也表示 这完全是曲解了自己的意思 我说国家中国老人是六十岁 国际有钱了 我老奶奶跟我过几十年 不叫他是六十岁 叫他七十岁送 七十岁看着他什么事情 他是不能做了吧 七十岁送呢 七十到八十 八十到九十 九十岁 对于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他给多少钱 三个他送 钱友明表示 自己并没有说 一下子要二十三万元的补偿 只不过是想跟哥哥算一下 这么多年 他亏欠了多少钱 他给十万 你没有那个五万 五万没有那个三万 三万没有那个两万 三万没有那个一万都行 我把你准备的送给他定了 既然钱友荣当初主动提出 要做出补偿 钱友明自然想让他出一些钱 但是到最后 哥哥却一分钱也没有给 而面对大哥 钱友荣说 自己唆使母亲告他的说法 钱友明不想辩解什么 他直接带着法官 来到了母亲居住的地方 让母亲亲自说 是你自己要去告的是吗 我要求的 我要求的 这六年了 你起初还已经告什么 我他无求什么 他没有做过的 钱友荣他虽然年龄比较大 但是无论是他的听力 还是这个思路 或者是语言表达 还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当时也询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就向我们多次非常清楚的表达 起诉是他本人的意思 在钱流氏看来 除了大儿子 其余的三个子女 平时都有照顾自己 所以他才会告大儿子 后来就是 你又怎么想到 要起诉这三个孙子的 他拿不去 他拿不去的钱 我就上身子 上身子 我大人都死了都黑了 对对 他拿不去 我不知道下 我不知道生子嘛 就发生了 有一个好处 我就说 有一个好处 你起诉孙子 是你的意思 还是谁告诉你的 我的意思 我要哪个高分呢 钱流氏说 起诉三个孙子 是自己的意思 而对于孙子们提到的 被奶奶欺负的是 钱流氏 一口否认了 就小时候 就没跟你们一起住是吗 没没没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带过他们是吧 没没没 那你有没有打过他们呀 从来没打过一招 从前有名家出来后 刘法官决定询问一下 当地村民 看看他们知不知 关于钱流氏的家庭情况 在这边等于还是 小儿子照顾得多一点 是吧 小闺女家说 离这不远是吧 小闺女家离这不远 她经常来吗 她也来 来给她洗衣做饭 洗衣做饭呢 谁亲自她照顾 谁照顾的平时 亲自前名照顾 他家前名照顾的 从法官的走访中可以看出 除了大儿子钱有荣 老人对其他三个子女 对他的赡养 还是很满意的 所以他选择起诉大儿子 以及三个孙子 向他们索要赡养费 如今大儿子没有收入 无可执行财产 而三个孙子选择了上诉 希望法院撤回一审判决 改判或者重判 如果二审 他们的诉讼请求 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调解现场 孙子为何拒绝赡养奶奶 她对我们有感情吗 然后还没事的 三万五四来扼打我们 祖孙见面 双方争吵不断 这个心里有 上面有老天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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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老天 我来连这个大头 法官庭长齐上阵 能否化解矛盾纠纷 孙子该赡养奶奶吗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通过走访 刘璐璐法官 已经对双方的基本情况 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觉得 老人每月三百七十元的赡养费 对于三个孙子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数字 所以他再次找到了小孙子 钱奋勇 看看还有没有调解的可能 让他没想到的是 钱奋勇这次突然松了口 他们可以替父亲出赡养费 但是有一个条件 搞一个公共账户 对就是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 这个不是特别吗 你说养活的话 他有四个小孩是不是 那四个你如果说都扯起来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钱啊 所有的钱全部淘到那个上面去 你用的话他都是特别的 这个也不可能 那他那么大年龄 你说让他去银行来回取钱 这也不方便 他可以给他聚会啊 钱奋勇提出的这个要求 让刘法官明显感觉到 三个孙子对于赡养老人的理解 有些片面 我们对老人的这个赡养义务 不仅包括这个 就是给钱这种直接的 这种经济上的 对于老人 尤其是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老人 这种生活上的日常照顾 也是需要比较多的 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上的慰藉 是方方面面的 赡养义务不单单是给钱 因为钱刘氏并没有起诉其他的子女 所以三个孙子提出 让叔叔和两位姑姑也拿出赡养费 打入同一账户的要求 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当刘璐璐法官对小孙子钱奋勇 讲明这一点后 他表示坚持上诉 于是诉签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次日开庭审理 2021年5月19日 双方当事人来到了新原法庭 上诉人只来了小孙子 钱奋勇和他的律师 钱刘氏则在两个女儿的搀扶下 来到了现场 为了尽量让三个孙子 自愿承担赡养义务 刘法官打算尝试 开庭前的最后一次调解 因为考虑到双方情绪对立比较明显 我们就采取背对背的这种调解方式 将双方隔开分别做工作 我们是先主要做三个孙子这面的工作 本次开庭的审判长 同时也是江苏省诉签示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厅长魏良军 也加入到调解中 我们就在情况中 你们三个人的条件还是比较 相对于他们来说 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你肯定有点能力 但是为什么不赖养 你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 他这个老的嘛 因为他老大了 他老的今天没来嘛 他这老的都打他们 这个已经对他们人生 已经造成一个叫很大的不幸 小孙子钱奋勇的律师一再强调 钱留士和钱有名 给自己的当事人 童年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所以他们才对赡养问题抱有不满 魏庭长对此进行了劝说 其实真的 老百姓有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呢 有什么观点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把我生下来就知道你 你让我能够长大了 能够有能力来赚钱了 以后我再养你老 这就是一个老百姓可以接受的 老百姓正常的 真的老百姓接受的观点 不是说你原来对我不好 那就是你把我养大了 就是我现在还做得很好 那我可以备养你老 魏庭长的一番话 让小孙子钱奋勇无言以对 想必他也清楚 赡养老人是晚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他接下来话锋一转 又提出了他们不出赡养费的 另外一条理由 这个亲民他三爷在外面怎么声声呢 说这个钱我拿回来我自己用 由于害怕叔叔前有名 将奶奶的赡养费归为己用 所以小孙子的律师表示 三个孙子希望能将赡养费折合成实物 那么就是之前那个就算了 就这个法院判去之前就算了 然后后面这个嘛 我们以实物的方式 因为也有判过或者调解过的什么 那当然是以前的 就是给多少斤粮食啊 300块钱你就给他 他就都给他小儿子 他能花多少钱 370块钱 他能花什么东西 他能干什么 无论卫庭长怎么劝 小孙子钱费用就是不愿意出 370元的赡养费用 只能以实物来代替 于是刘法官将前刘氏和三个子女 也请进了调解室 看看他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这边意思370块钱 他可以折算成这个东西 就是食物 就是比如说买米啊油啊这个 他们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旅行 现在呢不跟你钱了 买成东西 买成东西送给你 行不行 吃了用的都可以 米啊油啊 吃鸡肉这东西都行不行 你不要动 我送肉 我送肉 我去贵你买我去贵 钱刘氏一口回绝了 三个孙子提出的赡养方式 随后的气氛更是火药味十足 这让调解很难进行下去 该扯扯嘛 我们孙子也没有得到他 对吧 任何的好处是不是 这我们有什么就讲什么 你不但没得好处 你还这个多年的殴打 欺凌我们 给我们心里造成很大的创伤 对不对 打没打过的 打没打过的 打开 打没打过 小孙子前奋勇一见到奶奶 就表现出了深深的抵触 两人忍不住争吵起来 随后 她离开了调解现场 他们一定要采取这种食物的方式 双方在这个旅行形式上争议比较大 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就只能先开庭审理 从刚才的调解中 我们看得出来 奶奶370元的赡养费 三个孙子还是能拿出来的 他们建议的其实有两点 一个是奶奶钱流逝 给他们的童年造成了心理阴影 让他们不愿意对奶奶有所付出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害怕叔叔钱有名 把这笔钱拿走花掉 调解到最后 双方已然到了一言不合就争吵的地步 法官当即决定 已经没有调解的基础 马上开庭审理 可以看出 除了大儿子以外 其他三个子女 不论是从经济上 还是在生活中的照顾上 都尽到了赡养义务 那么大儿子及其子女 还有什么理由 不承担这每月370元的赡养费呢 小孙子钱奋勇的律师表示 目前大孙子钱奋仙和小孙子钱奋勇 由于做生意失败 已经在失信人名单中 所以当下他们的经济情况 也很紧张 对此 钱流氏的律师 会给出什么意见呢 根据庭宣费 被上述人的其他字里的最小 一个叫秦宁 已经是第四十 根据他们的典礼 都已经进入老年人的学会 那个场面 而且他们以为我 就是养老金可邻居 就在这种情供下 仅其他这个三个子女 还能将本案的悲伤处人 供养 律师的一席话 显然对小孙子钱奋勇有所触动 三位叔叔和姑姑 跟他的父亲经济条件差不多 但他们克服困难 赡养了奶奶这么多年 难道自己和两个哥哥 就真的不尽赡养义务 继而等待 法院判决吗 最后如果进行判决的话 我们会充分考虑保障老年人这个权益 最基本的这种生存权 也同时会考虑到这个孙子女 作为这个年轻人 在现代社会中压力 的确这个生活压力方方面面是比较大的 我们会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根据案件事实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 依法做出这个相关的判决 庭审到了这个阶段 魏庭长注意到 钱留室的小孙子钱奋勇有所犹豫 毕竟法院判决和自愿赡养 存在明显不同 于是他再次询问双方 是否愿意庭后调解 好 双方当人是否同意调解 请多调解吧 同意调解 挺好调解是吧 有没有同意调解吧 好 双方当人就同意调解 法庭在庭后对当人继续做调解工作 如果调解不成 何以庭将在何以以后 对本案做定期判决 好 今天庭审到这居住 双方当人和这皮肉 我会和亲自 小孙子钱奋勇的一句同意调解 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 这个希望并不是三个孙子最终能承担奶奶 每月三百七十元的赡养费 而是大家看到了中国的传统孝道 在孙辈的身上发挥了作用 最终唤醒了他们的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老年人养你小 你就要养老年人的老 就是你要代替你的父亲来承担这种责任 我不一定说你有赋予这种义务 但是你自己 我觉得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 你有这个责任 不光是家庭的 有一种社会责任 就是你要作为一个表率 调解工作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践行 魏厅长表示 孙辈替父母赡养老人 不仅是报答老人年轻时 抚养自己父母的恩情 更是一种自我担当 不论从法律角度 还是社会层面 都是值得倡导的 北善孝伟先 是中国智库以来的优良传统美德 在这里 我呼吁社会上的年轻人 在自己风斗打拼的同时 也要对老人多一份宽容 理解或关怀 作为子女 要自觉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 作为孙辈 也要在有条件下面 在隶属冷静的情况下面 自愿承担 可待赡养主位的责任 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 我们的记者接到了 刘法官打来的电话 他说 停后调解持续了十天 最终在5月28日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钱留市的三个孙子 钱分仙 钱分斗和钱分勇 自愿从2021年6月起 每月支付钱留市 370元的赡养费 钱留市继续随小儿子 钱永明一起生活 而对于2021年之前的费用 钱留市也同意一笔勾销 不再要求三个孙子支付 孝敬长辈历来被视为 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之一 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赡养老人与经济条件无关 因为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 他们更需要的是 你给他做一口热锅饭 你跟他说一句暖心话 和你在他身边贴心地陪伴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